Hello,大家好,我是银子,然后今天呢,我要看的这个视频是不梦啊,Dreamcatcher,然后他的第一首歌叫Chase Me,对,因为之前做了他的U&I,觉得怎么说,他们这个团的设定,还有他们的主题,Concept,就感觉很奇特,就感觉没有见过,黑暗,暗黑风嘛, 然后所以呢,也是因为有不梦网的粉丝呢,安利,所以想要说从他们再继续了解他们,但是呢,现在因为可能我私下搜了,可能孩子们呢,出的综艺还不是很多,我只找到了一个一周的偶像的一点点,然后当时他们也没有一点点的话,也没有看到每个人介绍之类的, 然后还有就是搜任人版呢,也搜 很少搜到,然后 所以综艺呢,如果想要让我更,粉丝们如果能够想让我更加了解他们的话呢,可以给我一些,比如说他们的直播呀,比较好看的直播呀,或者怎样的一些综艺,让我能够更了解他们,对, 然后,这个是他们噩梦四部曲吗,算是,UNI是最后一个吗,然后我就决定从第一个开始往后看,然后这个就是Chase Me,对,然后我们就先一起来看一下吧,看完之后再说,三二一个, HAPPY FACE 17年1月9号 他们才出道了 一年多吗 我知道他们是个新团,但我不知道 不会很恐怖吧,我很害怕 不是,真的是,平时一点惊悚恐怖都不看,只看过一个就是,嗯,那个要,无业杀人列车,其他一概都不看 但没事,啊,音乐都不过车,很吓人 大声,哦,没想到 你的这不是,基本的一带。 你看,空间的线紫的线紫,很多人们也给你拍拍照了这个,也因为,顺便带嘴挺好黑的, 在这继续时的线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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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像是絕毀喔 不要怕說太怕死了 然後離開這樣 好像都要去思覺回喔 看來 好帮他弄流 他出不去了 想走他走不了 他摸不去的整个大区 跟大区相当的 好帮他走 好吓人喔 女艺世界 哇 哇 真的不到 真的不错 真的不错 我不要 她嘴唇砸了 所以这个大叔是象征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他们确实死了呀 他们生前是一群很天真活泼的少女 然后他们死了之后 为什么会缠上这个大叔呢 这大叔是他们的什么 象征了什么 我没有看懂 然后其实这首歌还是给我一种非常 二次元很热血的感觉 对 但是这首歌 他们就是走这种二次元的 有一些日本这种风吗 还是定位就是这样吗 还是说只是在噩梦这一个四部曲里面尝试这种的 就他们这个暗黑戏确实是我很少见的 但是感觉第一 Chase Me和You and I其实是一个风格 因为也是噩梦四部曲嘛 风格真的是很像 对 包括刚开始的时候很缓 那到中间的时候很快 对 然后呢 可能我太沉迷于剧情了吗 而且没有看懂 然后 然后再说就是 他们的舞蹈 这次他们的舞蹈 哇 他们的舞蹈真的很快 我感觉四可能比一的舞蹈更惊艳 就是添加了更多 比如魔术呀 或者说是那种舞蹈动作抓住手怀呀 饿住喉咙呀之类的那种 对 毕竟这个是刚出道嘛 可能也是在一步一步的摸索当中 对 然后 就是我觉得 我的想法就是暗黑细胞 这种风格确实是很少见的 在韩文团里面 我是第一次剪 可能也有别人 我不知道 就觉得很独特 可以独树一帜 然后希望他们 我很期待他们这个 其实很期待他们这个四部曲之后 他们会想要转型吗 还是会说尝试别的风格 很期待 就很期待他们下一步的动作 对 然后呢 那个第二首和第三首 然后 我有机会 我有时间的话 也会尝试着录一下 对 然后非常感谢你们的收看 好 喜欢 希望是你小看